大家好 我们继续研究树身的表现 今天我们讲一讲树身表现之期 我们画树的时候一定要顺其自然 要把树的特征表现出来 尤其是新学画树的朋友们 一定要把树干树枝给它自然的解合起来 尤其是粗树干出了大枝子 这个衔接处要过度自然 不能给你感觉树枝树栽到树干上 那不行 一定要自然的长出来 这个有个过度 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 这是树干 这个树干的树枝一定要给你感觉 感觉给这树干里长出来的 我们画一块树 我们画一块树 这地方已经感觉从树干里 树干还长出来的 对 对这小只 尤其这个地方还这个地方 衔接之后 这个衔接的地方非常关键 过渡 越飞越多 往上飞小只 这下渡个树干 来到这里的顿顿笔 让你感觉它就 长在这树干上了 这小只 再注意小只的 出展方向 春潮春潮 规律 春潮规律 接着我上包 哎 这是从前面了长出来的 这个地方过渡 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过渡 这个地方过渡很关键 这个地方 越多 那就是那屁的后屁的后屁的枝子 前屁的前面的后面的 左那侧面一定要注意四肢 我们这块出 注意这地方出枝这地方 一定要过渡自然 我发现以前的有一个学员的画数也是这么按照老师这个方法去画 先出枝 结果他不考在这地方 不考在这地方 还有一年还画来画去 这地方前面粗 后面下面系的 这个 这给你感觉的 这就是栽上的 这不对啊 这地方呢 也不对 所以说我们画手一定要注意一下这衔接的地方 这个 树根的这地方 要注意好好表现一下 这块树 我这上面还可以继续分 好了 今天就画到这 我们拿手笔的也练习练习 然后注意这地方 不能画出这么一样 不能画出这么一样 好